我觉得台北越来越适合居住 如果长期生活在这个都会的人 可以发现台北的面貌 其实每天都在改变 你如果仔细地慢慢欣赏这个城市 尤其是凌晨两三点的时候 如果你也有时间开着你的车 慢慢地放缓速度去看这个城市 那么它的样貌其实已经越来越国际化 而且你问我是不适合居住 我觉得它其实非常适合居住 水对文化对乡镇的发展是非常重要 它除了是有一个运输的作用之外 它还有一些联系感情的作用 我就特别喜欢去记录这一些 从日剧时代就遗留下来的 像这样子的照片当中 其实我可以看得到它以前的样子 慢慢慢慢到现在水岸它被改变 这个河岸慢慢变成是提供给这些 当地的居民很重要的休闲的一个场所 有年初的时候 然后我帮一个泼墨大师 克苏林老师她要做她的那个布的泼墨的作品 那么面对她那一些画好的东西 对我来讲有一个框有一个局限 那我就去住家的附近就是河岸边 我就在那边走着 我要感受我要如何去呈现那些东西 但在那个水岸旁边走着 有绿地有天空 在那时候我就感受我走在她那个画里面 因为那画的成型就是很自然 我觉得在那样的居住环境 可以让我用这样的感受力去在呈现到我作品里面 我觉得很幸福